上次介紹喜茶冰淇淋滋滋那段片裡都有跟大家說 我們那段片並不是在深圳或廣州拍攝 而是在廣東省一個被聯合國家科文組織 這位美食之都的地方所拍攝 除了美食之都這個榮譽之外 在青末文初更有食在廣州儲出鳳城這種說法 鳳城就是這個地方的舊稱 由此可見這個地方的人 是對美食有好深入的研究 這個地方就是順德 其實大家拿順德的地圖一看 就會發現裡面的地方名很多都很熟悉 而且都跟食物有關 譬如大良雙皮奶、鱗膠膏、塵村粉等等 亦都側面反映了順德這個美食之都 並不是虛有其名 不過由於順德暫時還在在地鐵 預計要去到2021年才會通車 所以來順德玩對於我們香港人來說 交通就會比較麻煩少少 所以今次這一集 就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來順德玩的一些交通 tips 先來講講怎樣由香港去順德 比較大老的方法有兩個 第一是搭那些跨境直通大巴 在香港很多地方都可以上車 價錢大約是百多元 斜程就要視乎虎門大橋失不失車 最快的兩個多小時就可以去到 有點就是比較便宜 而且可以直達順德的市區 第二個方法就是在中港城碼頭 搭船去到順德港 普通位的話是240元一位 項程大約是兩個小時 價格會比較貴少少 不過勝在一定不會失車 但這兩個方法有一個最大的不好處 就是回程回香港的船和車都是好早就沒有 所以在這裏就想跟大家分享多一個後備方法 亦都是最適合澳門朋友的方法 就是在拱北口岸旁邊的珠海站 又或者廣州南站 搭經過順德的廣珠輕軌 這樣就算在順德玩得晚了 都可以有方法返回香港 缺點就是比較貴 還有要等到第二時廣珠澳大橋 又或者高鐵通車了之後才會比較方便 由於那次我和阿姨是由珠海出發去順德 所以就順理成章搭這條輕軌 順德其實是以大量、永桂和輪郊作為中心 輕軌上都有他們相對應的火車站 分別是順德學院站、永桂站和順德站 但其實除了這三個地方之外 順德的其他地方都有他們本土出名的食物 對於我們香港人來說 最出名的應該就是陳村的陳村粉 由順德的一個地方 去到他雙輪的另外一個地方 譬如由大量去到永桂 討好少少的方法可以飛的 車費大約是30至40元左右 當然你亦都可以選擇搭巴士 而其實美食最集中的地方 是在大量和熔柜裡面 特別是大量、餐廳和餐廳之間的距離 可能只是十幾二十分鐘的路程 如果你不想下下坐的士 或等巴士的話 一個最好玩的方法就是踩單車 在這裡提提大家在順德踩單車 是要踩在馬路上面靠油踩 所以大家就要記得注意交通規則和安全 而在大量最常見的共享單車品牌 並不是常見的Ovo又是摩拜 而是近來彈起得比較快的哈羅 摩拜都會比較容易找 但Ovo上身是沒什麼 所以如果你想像我一樣 在順德單車遊的話 你又或者你的partner 就要有一個已經實名認證了的 大陸支付保護口 用來解鎖那些共享單車 以及要有人懂得看地圖 找去下一間餐廳的路線 當我將順德的美食介紹到7788之後 我就會推介幾條單車遊的美食路線給大家 當然正如剛才也有說過 順德的美食實在非常之多 所以下一集我會和阿Yan 先帶大家去到順德最近我們的熔柜 食清水打邊爐 好了今集就來到這裡 明天我們再見 拜拜 拜拜